我們先歡迎四十八小時美女的郭榮 江董琦 台灣的導演 江榮琦 大家好 謝謝各位這麼晚的時間還坐在這邊 很開心現場有這麼多的朋友在 因為今天很特別的是 除了各位觀眾之外 其實你們裡頭有很多的工作人員跟演員 我也很特別的謝謝他們 我們可以請工作人員跟演員站起來一下嗎 我們請士林上來一下好不好 士林 謝謝 還有林、卡特西跟Air 在嗎 林還有卡特西跟Air 好 去上廁所啦 等一下 好 我們等他下來的同時 我大概不能長的講一些話 我們大概 我們很開心就是 跟各位工作人員一起花了一些時間 然後把這部電影完成 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要說的是一個關於 看不見的故事 看不見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看不見 看不清你自己 或看不見自己的未來 然後想說透過 透過郁翔 透過熔熔的角色 把這個故事說出來 然後 對 突然不真清楚 欸 那個老師 王老師 王老師 影星麻煩你 上台一下 在哪裡 他跑出去 他跑去上廁所 好 歡迎影星 然後這次真的很開心 因為這是我的第一部劇情長片 然後就可以跟這麼多優秀的演員一起合作 那不管是唱片圈的 或者是本身就是演員的 或者是素人沒有演過戲的 包括玉翔跟那個閃亮 都是戴著墨鏡 你以為你是盲人 對 對 就很開心跟他們一起合作 然後跟他們合作其實有很多的火花 呃 呃 玉翔你要不要聊一下 這次參與的經驗如何啊 然後跟大家打個招呼 各位現場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真的很感謝 好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能夠來 看我們的電影 好重 然後 希望大家能夠舉例支持 這樣子 然後 大家擔心在場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工作人員 有誰來 然後 當然就是 也是謝謝大家在 不管是 我們拍片期間還是 最後的一些工作也好 就是 也是 沒有大家 也沒有 像現在我 這樣子 謝謝 那我介紹一下 這位是 Air 然後這個是 Takeshi 這位是Ling 那 裡面有很多關於街舞的部分 然後都是他們所完成的 然後 別舞的是Takeshi Takeshi跟大家打個招呼 你們都要分別 簡單的說一些 什麼 因為我 知識你們第一次看到嘛 對不對 對 不好意思 因為之前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你們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是 綠的小粉 謝謝 謝謝 這不是拖時間 如果是 今天很難得 那 可以讓你們多點時間 跟大家說說話 謝謝 好 大家好 應該是 覺得 你們是誰家 有沒有聽過Dance Flow 我們是以前是Dance Flow 八個人的團體 然後現在是 新的團體我們組 叫做A4F 然後可能 這個月 就發行新的 這樣子在活動 然後這一次真的 呃 參加這個電影 然後 一起 參加很榮幸 然後 第一次我們看自己 那麼大的螢幕上 看到自己 有點害羞 然後 很榮幸這麼好的祝福 可以演出 然後 可以 接觸到這樣子的 很好的機會 謝謝導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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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因為我沒有錢 請那個主持人 所以 都是我在說 沒有 那我們請那個 士林聊一下 其實我剛才看你 我不知道你是士林 沒有 呃 其實就是 很很榮幸 有這個機會 然後參與這部片的年初 然後 呃 我覺得 其實這部片 希望大家多多去幫我們 做口碑 然後推廣之外 其實 呃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要特別請大家就是 可能如果以後在路上 看到 盲包 或是已經看不到 需要幫助的朋友們 希望大家可以都 知會他們的 呃 一些困難 然後可以 呃 很熱情的 然後去伸出手 去幫助他們 然後 這次其實 呃 對我來說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亮點 就是閃亮 麥克風給老師 哈哈 然後因為我其實跟他之前 有合作過短片 然後我覺得他這個 呃 本人的 人格特質 就有點特別這樣 哈哈 所以我在想說 啊我試著 呃 跟他做看 我們把它放在大螢幕上 會不會 比較瘦 其實應該是 沒有 不相信他是名義系的 對 那閃亮你分享一下 這次參與的經驗 耶 哈哈 大家好啊 經驗非常好啊 導演 讓我穿得 很緊啊 哈哈 哈哈 然後麥克風不知道怎麼塞 還緊呢 然後剛剛看的時候 肉一直抖 好不好 拜拜 好 那希望大家 喜歡這部片 去跟大家講 耶 謝謝 然後這次參與演出的影星 然後演出那個 玉翔王老師的角色 那我也很開心可以跟他合作 麻煩老師分享一下 自己的 看一下 我覺得我一直都在狀況外 就在演這部戲的時候 就在狀況外 因為其實我畢 我今天也才是第一次知道整個故事的全貌 我只是去演一個王老師 在適當的時間應該出現 以及帶著劇情陪伴他們這樣子 然後今天看完之後 我很榮幸我參與了一個 這麼感人的一部電影 然後原來他是在講一個 關於夢想這麼大的一個故事 希望大家看完以後 也會跟我一樣內心澎湃 然後覺得我們應該 很有勇氣可以繼續去追尋 那個我們放不下的東西